一對住在屋倫 Lake Merritt 附近的80多歲亞裔夫婦 在上星期五下午2點左右遭到兩名歹徒入室行劫 過程中歹徒緊張兩位老人家鎖在地下室 並搶走了不少貴重物品 根據監控視頻顯示 案發當時一輛黑色汽車駛近並停在受害人房屋對面的街道上 其中一人下車走向一間房屋 幾分鐘後 另一人被發現戴上口罩 走近受害人房屋並通過梯進入了二樓的廚房窗口 事發當時 受害人84歲的妻子獨自一人在家裡 而受害人則是在搶劫過程中回到家的 歹徒一見到受害人之後馬上將她制服 並將夫婦二人鎖在地下室 然後歹徒繼續洗劫每一個房間 最後拿走了受害人的勞力士手錶、銀包和現金 兩夫婦直至到聽到歹徒離開的腳步聲 才得以推門從車庫走出來 並借用鄰居的電話報警 他們描述兩名第一套的年齡大概二十幾至三十歲左右 體格健壯 身高大約六呎 全身穿著黑色衣並且戴著口罩 據悉 案件目前仍然在調查當中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 日曜 南瓜 感谢观看